近來 F1 有一個傳得很熱的傳聞 就是來自美國賽車熊門Andretti Autosport 希望收購一支 F1車隊自己參賽 而傳得最熱的就是現時以Alfa Romeo名義參賽的Sauber 究竟Andretti的車隊是何方神聖呢? 為什麼突然間會有興趣進來 F1呢? Sauber又為什麼會現時想賣盤呢? 如果事成的話,F1又有沒有機會迎來一個美國車手呢? 最後也想探討一下 為什麼近年F1一直都很少有車手 是來自賽車文化和產業都發展得很好的美國呢? 不過在開始之前,先要感謝這次的影片贊助Surfshark VPN 所謂VPN就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是一個可以將你的網絡行蹤隱藏的服務 令到你上網的時候更為安全,更能夠保障你的私隱 另外VPN也有一個對我們車迷很好的功能就是破Geoblock 使用VPN就可以幫你利用當地的伺服器上網順利收看賽事 另外比如看Netflix,你也可以透過VPN 收睇到不同國家地區的節目 比只看香港的多很多 Surfshark VPN是市面上性價比最高的VPN 一個帳號就可以無限設備使用 而FayTV的觀眾除了可以一七折購買之外 還會額外送多3個月免費使用 還有30日內存額退款保證 按順大家就快點利用資訊欄裡面的連結 輸入這個專屬優惠碼申請 好,幫完贊助Sanbar版買廣告之後 都要幫自己宣傳一下 這個頻道主要是會講述有關賽車運動的新聞,趣聞,故事和相關的資訊 如果好得到看的話要記得訂閱頻道 還要按旁邊的鈴鐺搶先看 好事不宜前,我們馬上開始 Andretti家族是少數美國和全世界的賽車迷都會認識的賽車家族 事關他們除了在美國的本土賽事又出色的成就之外 他們也曾經在歐洲和世界的車壇獲獎無數 其中Mario Andretti更加是1978年的F1世界冠軍 而現時Andretti Autosport的老闆Mario的兒子Michael Andretti 也都在1993年在麥拿倫做過Sanar隊友 關於他們的家族史以及他們在Indy 500怎樣行衰運 我在這條很少標數的舊片有講過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那條片主要講了Andretti三代車手的職業生涯 但這裡想集中講一下他們的車隊 Andretti Autosport的主要是從90年代的IndyCar車隊 Team Green發展而成的 那當年Team Green已經是IndyCar和Kart的冠軍級車隊 曾經在1995年和斐倫諾夫一起贏過Indy 500和賽事 未分裂之前的最後一個全國冠軍 也曾經有過Daryl Frankitti、Paul Tracy等等的車手 而去到2001年Michael Andretti加盟車隊 除了做車手之外也開始做車隊老闆 買了車隊大部分的股權 並且將車隊改名為Andretti Green Racing 在2003年起參加了全季的Indy Racing League比賽 他們也在這裡獲得非凡的成就 車手Tony Canard、Dan Weldon和Daryl Frankitti 都為車隊帶來過全年度總冠軍 也都贏過Indy 500的冠軍 一元車隊老闆Michael Andretti 未完之夢 車隊在2009年就改名為Andretti Autosport Michael Andretti就成為了車隊的唯一老闆 除了繼續參加IndyCar之外也都開始向外發展 參加比如Formula E、Rally Cross、Extreme E、 還有美國的初級比賽比如Indy Light、USF2000等等 更加連澳洲的Supercars Andretti都有跟Z Brown旗下的United Autosport 合資經營一支車隊 真是可謂百足那麼多找 賽車的經驗和戰績 比起他們的同鄉Haas車隊 絕對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 Andretti家族呢 是少數跟F1有淵源的美國賽車豪門 也都一直有關注F1 所以他們對F1有興趣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 只不過F1的入場門檻真的很高 無論是從零開始還是買一支車隊 都是一個天價投資 因此Andretti之前都只是停留在有興趣這個階段 但在今年Andretti似乎真的開始行動了 首先在年頭Andretti開始吹奏自己旗下車手Coulton Herter 說他有鬥F1的潛質 去到8月尾,Razer.com就報道 Andretti正跟幾支F1車隊接合 商討救入車隊股權 甚至整支車隊買入的可能 當時報道就指Haas、威廉士 還有Sauber都是對象之一 不過當時各大車隊都沒有正面回應 加上只是傳聞,但都未太認真地看待他 但去到10月初,各個大型的賽車傳媒 包括AutoSport、The Race等等 都報道Andretti現時正在收購Sauber 並且將會在今個星期舉行的F1美國站再商討 究竟為什麼會選中Sauber呢? 我們就要看看這支車隊的現況 總部位於瑞士Hindville 現時以Alfa Romeo名義參加F1的Sauber Motorsport 由Peter Sauber在70年代創立 他們成名於80年代 當時他們與平治合作 參加World Sport Car Championship 他們的C9和C11賽車都是非常經典的賽車 在1993年他們與平治一起進軍F1 是平治回歸F1的第一塊踏腳石 成績算是非常不錯的 平治在1995年去了麥拿倫 而Sauber就在1997年開始與花拉里合作 使用他們的引擎 但就叫那個引擎做Petronus的引擎 一直到2005年 BMW將Sauber收歸旗下 但就在2009年底退出F1 Peter Sauber於是將車隊買回來 2010年起重新以獨立車隊的身份參賽 一直都算是中油車隊的黑馬 但當佩雷斯和墨西哥資金離開之後 Sauber就開始出現財政的困境 成績大不如前,管理也有問題 更加曾經出現過三位車手同時說自己有合約的事 甚至傳聞是出現過拖樑的問題 到了2016年 一間叫做Longbo Finance的投資公司收購車隊 由這間公司全面接受 令車隊的財政問題得容易解決 Peter Sauber也正式退下來了 由於Longbo Finance的投資者 包括了好幾位來自瑞典的富豪 被認為是為了Marcus Ericsson 才會出現這次收購 之後車隊慢慢重上正軌 更加在2018年起跟Alfa Romeo合作 雖然近一兩年的成績不算太好 但他們早就將注意力投放到2022年改例 加上資金充裕 令到他們的年度預算可以達到 Budget Cap 的上限 又有寶達斯來年加盟車隊 西頭正是很好的他們 為何又會有可能賣盤呢? 沒有他 畢竟Longbo Finance是投資公司 如果有人出了一個好價 有錢賺的話 為何不可呢? 加上如果對方真是Andretti 這些有信譽 有經驗的賽車公司 轉讓給他們又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他們會不會買車隊呢? 應該都只是看價錢而已 看來這個星期他們就會談細節 會不會成事呢? 就要再等下 如果Andretti真的收購成功的話 他們又會有什麼大計呢? Andretti進軍F1 資金來源主要是源自他們新成立的公司 Andretti Acquisition Corporation 這間公司在年初起申請做IPO 目標是要籌到2.5億美元 再加上他們的贊助商Gainbridge 相信財力方面應該不是大問題 問題是他們有什麼大計呢? 為何會在此時此刻進入F1呢? 綜合各大賽車傳媒 例如The Razor、Octowik等等近日的分析 相信最重要的就是Cost Cap 因為這樣就會令有意投資入F1的人 知道大概每年要花多少錢 而不是一個沒辦法預計的無底深淡 雖然不可能即時令大車隊和小車隊的競爭力變成一樣 但至少可以拉近的差距 不至於好像英超鬥英冠一樣 而且新的F1收益分成 亦都令到投資F1車隊 變成一個有可能有錢賺的生意 因此現在進軍F1 可能真的是近20年最好的時機 為何他們不像Hast一樣自己參賽呢? 其實都是一個錢字 首先從頭開始搞基建請人手 花的錢和花的時間肯定較多 而且亦都不保證一定有成績 反而Sauber現成有的人才 還有他們的工廠風洞等等的基建 都是歐洲首位一指 加上他們早就投入了2022年新車的研發 買了他們再發展看來真是化算些 另外如果做一支全新的車隊 新加入的車隊是要給一筆2億美金的陀地費 給現有的10支車隊 雖然說有辦法Wave它 但這一個仍然都是出現第11支車隊的重大障礙 因此買現時有的車隊 看來都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投資 另外現時F1的老闆是美國的Liberty Media 對美國市場是非常注重的 來年有第二個美國分站 就是想吸引更多的美國觀眾 但大家都深知肚明 真正能夠吸引到美國觀眾留意F1的 是一位來自美國的明星級車手 而Andretti就正正擁有一位這樣的車手 Coulton Herter雖然不至於是不勢出的天才 但絕對是現時美國年輕一代車手當中 最具有參戰F1實力的車手 而且他已經在本土成了名 如果他真的能夠登陸F1的話 必定會吸引到一些美國車迷收睇F1 因此為何周冠宇遲遲未能確認Alpha Romeo的第二個位置 就可能是想留給Coulton Herter 不過按照正常的情況 Herter是不夠分落Super License 而且他們突然跳過來 都好像有點太急 所以我就不預計他會在2022年上F1 不過如果事成2023或之後就真的有可能了 另外本身Andretti這個名字 就有可能吸引到一些美國觀眾和關注 因此為了美國市場 F1的老闆就會更加推波阻攔 希望這件事會醒 也都希望如果Andretti進入F1而獲得成功的話 就能夠證明新生的F1是值得投資的生意 而不只是在不停消錢 這樣的話也有望吸引到更多賽車豪門 嘗試乘搭足F1 甚至會出現第11、12、13支車隊 當然這個真的只是一個願景 而Andretti是否真的可以買到Sauber 都還要等多一會兒 甚至等到明年才會有些微目 大家就記住繼續留意相關消息了 最後我想跟大家探討一個命題 就是為什麼美國一個賽車文化和產業 都發展得這麼成熟的國家 近30年都很少出現F1車手呢? 其實我認為最主要的原因 都是因為他們的賽車產業太成功了 文化太獨特了 我們暫且不講觀眾口味的問題 而是他們賽車生涯規劃的問題 其實美國本土賽車的晉升階梯很好 由最初一級的地區賽事到全國賽 都有很多機會、有很多商業贊助 而且頂級的NASCAR賽事席位多 有很多企業贊助 有實力但沒有機會的情況肯定會比F1少 車手名城利就的機會亦更加高 但是美國的賽車從清分、基層、一直去到他們的商業贊助 都是指向NASCAR的 因此如果要在美國做車手 最合理的選擇就是向NASCAR或者Spring Car這些比賽發展 培養出來的技術就跟F1或者IndyCar所需的有很大出入 因此現時不單是F1 連美國本土的IndyCar 本地有實力的車手都賣少見少 譬如7屆NASCAR總冠軍Jimmy Johnson 他也說過他兒時的夢想是鬥IndyCar 只不過現實就是Stock Car這條路更加實際 令到他要去到今年46歲才有機會完望 那好啦,如果你真的要立志做F1車手的話 美國本土的初級方程式比賽就不夠最進的 一定要去歐洲發展 譬如Coulton Herter都在歐洲鬥過兩年 當時的對手和隊友就是Lando Norris 如果去到歐洲賽車 你需要的資金必定會比在本土發展的車手多好幾倍 晉升的困難程度又是高好幾倍 很多時就會好像一直在歐洲發展的Alexander Rossi一樣 花了很多錢,很多年的時間 最終勉強圓了F1夢,都是要黯然回來 而他回來的第一年,他在美國的本土是沒有人認識他 幸好他當年贏了Indy 500 才令他可以在家鄉出名 現時在歐洲發展的另一個美國車手 Logan Sargent 歸為小型賽車世界冠軍 去年在F3又幾乎拿冠軍 但今年就因為老爸的水喉乾了 令到他不能升上F2 只能勉強地在最弱的F3車隊出戰 都還可以將他們帶上車隊的第五名 算是很不錯的了 但下一步呢,都是有點聽天由命 離鄉別井這麼多年,可能都是德國吉 看到這些例子 你過的年輕車手又怎會被吸引到呢? 不如回到NASKA的街梯更加實際 另外以往F1都會偶爾在IndyCar選人過去的 奧倫洛夫、Sanadi、蒙導等等 都是有從IndyCar過F1的經驗 但由於近年F1的清訓街梯漸漸單一化 F3升F2再升F1 似乎已經是近年的定律 加上Super License Point 令IndyCar車手跳去F1的可能性很低 因此如果Coulton Herter真的可以去到F1的話 定車拿到一定的成績 就有機會令到美國的車手重新覺得F1不是遙不可及的夢想 觀眾和贊助就會隨之而來 我認為這樣肯定會讓兩三場美國站F1比賽更加有效推廣F1 不過這一切都真的要等Andretti和Sauber傾成收購 才可以繼續FF下去了 今期的節目就來到這裡了 這裡再宣傳一下FayTV的會員功能已經開了 好多謝一班一開始就加入的會員朋友 很快就會有會員專屬的福利 另外再儲多些人就會開會員直播 大家記住留意會員Discord 最後就問一下大家 你們認為美國一直都很少F1車手的原因是什麼呢? Coulton Herter又是否夠資格參加F1呢? 留言說下你們的意見 最後如果喜歡這條影片請按LIKE&SHARE3連 再按鈴鐺才看 最重要是Subscribe這頻道 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 另外我開了MeV的專頁大家有的話都可以Follow 最後如果想贊助我的頻道可以加入會員 你也可以用Super Thanks多謝大家 我是阿菲我們下條片見 Sorry WH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